第2181集 这一纪远 阳间曾有过天地利 九百多万年前曾出现过一位神秘强者 称帝天下 当然 其实力不足以为帝 是一种荣誉尊称 有准大禹籍生物出场 谁与我一战 结果夭夭下场 轻松镇压 一只晶莹洁白的御守 瞬间就将那人给擒住了 这让人吃惊 同层次无敌 他这样的表现过于惊艳 欧阳蛤蟆告知楚风 这也是摇摇第九次下场了 接近扶烂大禹的生物 都不是其对手 显然 天地位今天或许就要有结果了 各界角逐的很厉害 从仙王到真仙 再到扶烂大禹以下的进化者 都会交手 看哪一届总体表现最佳 这么说 我还有可能会下场 这是注定要我压轴出场吗 当横扫这个时代的各族翘楚 镇压朱天英杰 楚风虽然在低雨 但是这是什么地方 各族强者皆听到 老被进化者也只是笑笑而已 谁会当真呢 他说要横扫各族翘楚 终究也只能局限于同时代而已 对一些老怪物来说 这根本影响不了大局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 楚风轻雨要镇压朱天 竟是一个长远的大目标 针对的是所有敌对阵营的老怪物 纵然是眼下他也不是同代人 所只能制衡的了 需要进谷以来的一些出名的强者下场才行 有几人像他这般 还是少年身 就已经可以横杀轮回狩猎者 以及更恐怖的密使者 而且是只身全灭一大批人 我中天要与你切磋 有人喊道 那是来自狱外的一位年轻人 一昧斩动英姿勃发 脚下踩着一口火红的飞剑 气势出众 仙气缭绕 他根本不服 孰强孰弱 不打一场怎么知道呢 虽然已经得惜楚风之身一人 歼灭一大批来自轮回路的追杀者 可他根本不信 那是属于楚风自己的实力 事实上 在场绝大多数人 都不认为是楚风单凭几身 横扫了轮回狩猎者与密使者 必有外物仪仗 不然的话 八百狩猎者 数十密使者一起出动 谁又能一个人在同境界横扫之 摧枯拉朽 灭个干净 你 还不行 楚风开口 没什么掩饰的 直接点评 对方很了得 可是却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有把握 只凭拳头 就可以将这个 接近横自背的剑修震杀 那个年轻人不服 你 在他身边 一个鹤发童颜的老道士开口 退下 老道士让自己的弟子退后 他一眼看出楚风极其厉害 自己这个天纵之姿的弟子 虽然很强 在自己的大世界中少有敌手 但也绝对不是楚风魔头的对手 老道士是真仙层次的进化者 眼睛很毒 不可能看着自己弟子遭受大挫折 我来遇你一战 这时又有年轻人开口了 那是一个青年男子 褐色长发粗布衣衫 看起来像是个苦修士 手持一根粗大的紫金 小魔杵猫子开合间 神忙如点 退下 这一次 还未等楚风说什么呢 一个身穿麻衣的老者 便开口了 将自己的弟子拉到了身后 这也是狱外的一位年轻翘楚 在自身所在的大世界中 赫赫有名 难逢敌手 可是到了这里后 直接被长辈喝退 不让其下场 这些真仙层次的老怪物 眼神都很毒了 看出楚风的可怕状态 不想弟子有失 就这样 接连有九位年轻强者开口 有男有女 都想下场于楚风大战一场 可结果 却都被自家师们所阻挡 被第一时间喝止了 竟无一人可下场 没有人与楚风一战 阳间各地 各族各教都在关注 人们都吃惊无比 楚风大魔头 果然了得一个人震慑了 各界翘楚 要知道 那些人都是来自 域外大世界的天纵生灵 这些人 在各自的大世界中 都可以横行天下 辟逆同时代的进化者 今后注定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可是 眼下他们却都被一人震慑了 并被其长辈所阻 不敢让他们与那楚魔头一战 一个人震慑诸世界 楚风这种强大的姿态 不用下场 就让各路同层次的人忌惮 不战而克 令所有人都露出异色 九道一微笑 摸着西书的胡须 在那里点头 嗯 不错 我们这个体系 虽然人很少 但是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能打 一个能打十个 一个能打一百个 这话说的 让一群老怪物都神色不善 目光非常冷烈 不过却都没有说什么 纵然是楚风也无言 很不满 觉得他过了 祖前辈 你似乎没教过我什么呀 我和你不是一个体系的呀 楚风毫不客气的接老底 因为真没学到这一系 可震珠式的杀手锏 朱天上 各界先王的脸色和缓 怎么看这个楚风小魔头 有些顺眼了呢 然后 各界先王挑衅的撇了一眼九到一 虽然没有出言奚落 但是眼神中韵味十足 你这死孩子怎么说话呢 时代变了 天地出了问题 与我等有些不契合了 想练我们体系的法 除非是有大毅力 有大气魄 有无敌心 更需要有至高的悟性 不然练不成 当然 一旦练成其他体系 都是菜 说到后来 九到一脸现傲然之色 这真是招人恨呢 一片杀人的目光望来 显然老人皮有点飘了 此时 被各路先王可怕的目光凝视 他迅速的打起哈哈来 接过了这一茬 狗黄开口 这个体系当时有传人 有女帝的隔代传承者 他咧着大嘴 看向夭夭 事实上 九到一说完刚才的话时 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难得的严肃起来 看向夭夭点了点头 好 谁说无人敢下场 我想来掂量一番 半空中有声铃开口 突兀的声音 让所有人都惊讶 现在竟有人真要下场了 敢于处风一战 嗡的一声 天穷上浮现一轮火红的大日 一头猛禽撕裂 虚空俯冲了下来 带着磅礴的能量威压 他身体不是很大 看起来不过一米多长 但却极其的神异 他的体外 被四道特殊的大街光环笼罩 这是一头四节雀 其体外四道节气形成的光环 预示着他们这一族横跨过四个纪元了 以蔑视大街产生的特殊能量物质 构建护体神环 四节雀 楚风目光冷酷 该族可不是善类 疑似投靠诸天外的势力了 是带路党 不过 他也看出来了 这头四节雀的确很强 与他一样 一只脚已经迈入混元层次 随时可成为大能 并且 这头四节雀是横自辈的无匹强者 名副其实的 濒临破镜的绝顶横天尊 随时能冲入更高的境界中 楚风目光冷悠悠 你确定要与我动手 真要对决 他保证将这头四节雀 直接拍死 当然 也或许可以留个全尸 烤熟吃掉也不错 毕竟是稀罕物种